正規短Wii everyone 大家好 人是你們帶來的COMV 首先是埠學目的因靠 那本週我們將會埠學Vic3 所教的一些內容以及一些雜註 其中包括 真是静悟啊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我們組織會出席Vix上所交的內容以及一些雜像 其實我們在裡面包 我今天這個要講的 這一個小時候我要講的內容 包括這個一個叫做交叉傷 第二個叫做優化神經網路一系列技巧 各的這個技巧裡面包括Dropout Vitlay 總之這一個七七八八技巧 我都放在雜像裡面講 還有就是對神經網絡機器的一個抽象的理解 這個抽象理解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說什麼抽象化 這個抽象理解是指我們 因為神經網絡它是一個很多層的一個模型 我想讓大家對這個模型 它具體在做什麼 基本大致的理解 而事實上你想對這個模型在做什麼 有個精確理解就是根本不可能有個現實的 就專門有樂文 就批判這個神經網絡的黑核之性 也就是說神經網絡它其實 它推出了真的人類是沒法理解的 總之我們可以對它有個大致的抽象理解 至少整個增加層次有什麼好處 那第二點 也就是我們這一週增加了一個最新的 最重要的內容叫做點擊網絡 我們後面的話我們大概是花一半的時間 來講這些雜訊 然後剩下的一半時間 我們來講這個點擊網絡 那好我們先來開始講 整個論文化的內容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這個我們上週講過的這個 反向傳播狀法的一系列變形 或者是屬於雜訊裡面的一個內容 那如果你忘了什麼叫做反向傳播狀法的話 建議回去MewP上面去 那首先我們來講這個叫做交叉三 Cose entropy 那什麼叫做 那我這之前先講一下什麼叫做三 三是什麼 如果你們不知道什麼是三的話 那建議你們去觀看一部由虛恩選寫的一個 我看我 哦哦 是那個虛恩選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做三的話呢 我建議你去觀看那個由虛恩選寫的一個 經典名作叫做魔法少女小圓 而魔法少女小圓 語音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魔法少女小圓 他這個裡面的這個Q比 我劇透一下 裡面的Q比他為了防止 世界被毀滅 他就要提出要讓世界的商會的增加 那什麼叫做商呢 這就是描述一個事情的混亂程度啊 就描述的是一個混亂程度啊 就描述的是一個混亂程度啊 交叉三呢其實就是一個 描述世界三的混亂 混亂那個混亂程度的一個 數學公式吧 但是這個數學公式 它到底在物理中表達什麼意義啊 它是個東西我們跟這個沒什麼關係的啊 但是它確實這個交叉三的公式 它確實是有一個物理的啊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使用這個 叫做交叉三的東西啊 那神經網絡的設計目的之一呢 是為讓機器可以像人類一樣 學習知識啊 那人類啊 回憶一下你小學的時候 是怎麼學數學的啊 你在學習數學體的時候 當如果你有一次你發現你什麼 1加1算等於3 1加1算等於10 這種莫名其妙的錯誤的話呢 你的父母他答 你放的錯誤越大 你父母答你的力度也就越大 這樣子的話 你對於這個問題的 改的注視程度 你改正的也會越大 這怎麼彈一個窗口出來 我的媽呀 哎 這個你怎麼搞啊 那也就是說呢 人類呢 在學習分析新事物的時候啊 當他們發現你自己放的錯誤越大 那麼你改正的力度也就會越大 或者說像是投籃吧 如果你打籃球的話呢 你投籃方向如果離正確的方向越遠 那你頭 調整的投籃角度肯定也是越大 所以說在你調整過之後呢 南球也就肯定就更容易投入南框了 所以說跟 神經網絡呢 神經網絡是什麼 它主要就是說呢 對它是對人類的那個頭腦大腦中的那個神經源 進行一個類似於仿生血一樣的東西吧 所以說啊 和對人類一樣 我們也都是希望我們在訓練這個神經網絡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的預測值啊 和實際的誤差它越大 那麼在 反向傳播的過程中 各種參數它調整的幅度也應該是更大的 那說是這麼說 那不容疑為什麼我們希望各種參數調整的幅度越大呢 我們當然是希望我們在訓練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更快的收敛到我們最主要求的那個目標函數 但是 如果我們用二次再加函數來訓練神經網絡 什麼是二次再加函數 二次再加函數 就是我們上節福克所講的那個 就是L2範數 求目標項量和輸出項量之間那個 歐基里的空間溫距離那個函數啊 所以說如果我們使用那個函數來訓練神經網絡的話呢 實際使用過程中 我們會發生一個很詭異的效果就是 負差越大 函數調整的幅度可能越小 訓練反而會變得更反吧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來看這張這個例子 這個圖啊 這個右下角這張圖呢 它的橫軸作標器表示X X 表示Z Z就是這個函數神經網絡出路 然後這個實際的函數圖像呢 是叫做一個就是之前講幾乎函數 不管不是我們這邊使用的幾乎函數 不是我們上次使用的那個 I-E-L-U 而是使用這個一種SIGMOID的系統函數 SIGMOID函數的話 我們後面會有公式講出來 現在可以順便管它 你們如果你們上網 我們可以順便使用的 SIGMOID函數 不過總之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個函數叫SIGMOID呢 因為它的函數圖像長在下面S型 像一個拉長的S型 那好 那總之我們不用管這個自己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個函數的去向 可以看到它地上是個S型曲線 那就意味著啊 當這個SIGS輸入的SIG 它越大時候 它的斜率也是一個很小的 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這個斜率線量呢 它幾乎是水平的 而這個SIGS的這個 當函數值慢慢變小 當它接近 當輸入的值接近0的時候 它的這個函數 它的這個導數 接線斜率要達到最大 那如果Z繼續往小走的話 那這個它的那個斜率又會變得很小 這會產生一個什麼問題呢 一般來說我們輸入的這個X呢 就是它的那個錯誤 它就是表示它的初始的誤差代價 但是當誤差越大時候 也就是這個輸入的函數的Z 它越大時候 它所對應的P度啊 也就是這個綠色的箭頭的斜率啊 它明顯是小於 當物寬更小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紅色的T度 這會導致一個什麼問題呢 我們知道訓練神經網絡的時候啊 我們是用一個叫做Bat propagation 就是T度下降法來訓練的 那這個SIGMOLIC的函數性質就會導致啊 當我們初始的代價 初始的誤差越大時候 我們對這個神經網絡訓練 反而越來越慢 這跟我們期待就完全不符合了 你就說啊 如果我們只是用這個二次代價行數 來進行神經網絡訓練的話 它不能像人一樣啊 錯誤越大 改正的幅度越大 從而達到越大的錯誤 讓學習效率變得越快的後果 它的效果啊 那這要怎麼辦 那這要怎麼辦 我們有兩種想法啊 第一種想法是改變 我們不用SIGMOLIC的函數 我們用個什麼別的函數 比如說IELLO 那個非線性結果單元 但是SIGMOLIC的這個函數 它有一些性質 它是IELLO還是沒有的 雖然IELLO 一般來說是更好的 什麼性質呢 就是它這個SIGMOLIC的函數啊 它是把輸出給它限制在了0跟1之間 而這個性質在函數的輸出層是很永遠的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這個T度爆炸這個東西啊 所以說這個幾乎函數 SIGMOLIC的函數 我們還是不能換的 那怎麼辦 我們只能換物章函數了 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啊 我們需要引入這個物章函數 一個新的物章函數 能夠COS ENTROPY消殺傷 真操耶 所以說我們的解決方式啊 解決這個T度不隨誤差 而成正比的解決方式啊 就是我們換掉這個幾乎函數 而換掉二次代價函數 這個交叉三函數E等於-TLOGZ 乘以1-TLOG1-Z 而其中這個T是一個那個 一個比值 而那個Z是它這個神經委的一個輸入啊 我們使用這個交叉三函數之後呢 它這個初五函數 也就是SIGMOID函數裡面這些LOG啊 它可以和這個SIGMOID函數中的這個指數部分 互相抵交 因為LOG就是EFP函數的指數函數的一個利率算吧 所以說啊 當我們這兩個 函數在這一個層面上得到 的數值得到一個幾乎 之後呢 那它的T度啊 微分計算出來 最後微分計算得到T度啊 就會保持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你就使得錯誤的代價啊 你就使得誤差啊 可以和這個改正的幅度 就是T度 稍微成一個正比 或者說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的關係啊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定層面上解決之前所說的這個問題啊 那好 我們剛剛把這三次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說一下神經網絡結構啊 我個人這個神經網絡結構 然後我講這個圖還是為了引出 接下來提取我們對神經 上本來是V2要講的那些 對神經網絡一個優化的方式 比如說那個V2Play啊 或者說Momentor之類的啊 我覺得在我們講開始深入 講這個神經網絡的結構之前 講那些知識點的話 可能你們會難以比較難以接受 其中跟運行的思想吧 好 那我們先從一個這周期的新內容 一個神經網絡 一個我覺得可以接受神經網絡 它本質的一個模型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絡叫做NMN網絡 而在圖上面這個網絡呢 叫做535網絡啊 它又不是一個簡單的普通那種前向網絡 而它是一個Autoencoder 那什麼叫做Autoencoder呢 Autoencoder 直譯過來叫做自動編碼器 那編碼 自動編碼器 那它都名字都裡面有 名字裡面都有編碼這兩個字啊 那它的目的肯定是要找到 這個輸入的這個數據的 的一個啊 輸入這個高維數據的 在低維空間中的一個 低維的表達 那這個就能達到一個什麼效果呢 就能達到 或使這個神經網絡 找到一種壓縮輸入信息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啊 在訓練這個網絡的過程中呢 我們是希望這個網絡的Input和Output 它可以盡可能的一致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們是希望 這個對於這個535網絡啊 我們是希望可以學習一個 從五維的線量空間 映射到三維的線量空間的 函數F 那這個函數F是什麼呢 F就是這個 這個Input Level到這個Height Level 中間的這個線性的這個函數啊 我們需要先學習這麼一個 從五維線量空間 印射到三維線量空間的一個函數F 那我們要這個F 函數F幹嘛呢 我們要這個函數F 就是希望它可以起到一個 壓縮信息量的作用 把一個五維的信息啊 給壓縮成一個三維的信息 這樣子 但是維度竟然下降了 那麼 輸入數據中的其他的那些 雜音啊 那些Noise 那些和我們未來的那種 無關的這些 無關幾樣的這些數據啊 無關幾樣的這些特徵 就被壓縮掉了 由此 我們就找到了一個 高維數據的 在低維空間中的一個表達 就提取出它的一個 三維的特徵了 但是我們只有這個印射過來 只有一個五維到三維之間 印射函數F 還不夠 為什麼還不夠呢 我們還需要 找到一個 評價這個印射好壞的標準 啊 所以說啊 我們還需要學習一個函數G 這個G呢 它說 它是一個從三維的限量空間 給印射到五維限量空間一個函數啊 也就是從開的內容 印射到opt內容 那我們之前講過 上面這個函數F 它起到什麽作用 它把五維的數據 壓縮成了一個三維的數據 所以說它起到一個編碼的作用 叫做encoder 所以說這個函數F 也別叫做encoder 那這個G 函數G 它起到把一個被壓縮到三維的數據 給它 給黃原成五維數據的一個作用 那它叫做什麽 那既然我們之前的函數F叫做encoder 那我們這個函數G自然而然 想當然就可以管他叫做encoder 解碼性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 Autoencoder的一個最基本的機制啊 而這本課神經網絡啊 90時看不久就是在未來的學習中 我們也會經常談到這個 我們還會再學到這個 Autoencoder這個函數的思路啊 這邊只是稍微提一下 提到一個 皆是神經網絡本質模型的一個目的啊 所以說 我們是盡可能希望啊 我們在訓練過程中 我們希望encoder和Autoencoder盡量一樣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函數F跟函數G 對我們給定的這個問題的定義率而言 我們是定義 問題定義於什麽 就是輸入的五維線量 對於這個五維線量而言呢 在這個線性空間中 我希望這個函數F跟G 可以互為仿函數啊 那如果它們互為仿函數的話 那麼 Ncoder跟Auto 基本是可以盡可能match到一起的 所以說啊 這個Autoencoder網路 這個535NMN網路啊 它的奇妙之數就在於啊 它的中間層它的HeadNaver 它的單元數量是少於 它只有三個單元 是少於InputNaver跟OutputNaver 有五個單元的 這就是迫使我們的模型啊 要去學習這個輸入數據的一個 高尾數的一個壓縮的表達 還有對應的黃原方式 進而啊 藉此達到學習數據輸入特徵的目的 那我講這個例子是幹什麽的 我講這個例子啊 就希望你們可以意識到這一點啊 HeadNaver它的主要作用 比如是中間那個只有三個什麽語言的乘 它的主要作用啊 就是從它的除這個模型的Input中呢 提取它的特徵 以來到壓縮信息的目的 壓縮數據案的目的 那這也就是爲什麽啊 增加網絡的乘數 深度學習中呢 增加網絡的乘數 可以十分有效的提升這個網絡的表達力 所以說增加網絡乘數的好處呢 是顯而易進的啊 網絡的乘數越多 那它的參數也是越多 那所以說可以直接提取說細節 直接提取其實際提出的特徵 那也就越多了 但是呢 增加這個 神經網絡它的參數啊 也會帶來許多壞處 許多負責任 什麼負責任啊 那第一個顯而易進的負責任呢 就是難以訓練到 所以權力最小的 而這個問題也是在80年代 限制神經網絡深度學習裡面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嗯 在我們訓練神 我們這邊要再講一下這個訓練網絡的過程 的一個提起啊 在訓練神經網絡的時候呢 我們是通常呢 是先對網絡的數值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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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這個數目數據引擎的分布呢 進行初始化 展個比方比較常見一種分布的 就是高斯分布 二下分布 或者說薄努力分布等等 那初始化這個 這個傳入值啊 其實對追蹤網絡的性能 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並且一個合適的 網絡的初始化的傳入值呢 它是可以使得 損失行動在訓練過程中 抽點速度更快 成功獲得更好的一個宣化效果 進而 我們最後 分類或擬合的效果也會更好 但是 根據某類分布初始化 一個網絡傳入值的時候呢 它是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的 你並不能保證 因為比如說這些分布的 那個初始化嘛 基本上都是隨機的 而隨機啊 就會導致 你路很多不確定因素 它就不能保證 每一次初始化的操作 都可以使你的網絡 初始存入值 處於一個合適的狀態 同樣的 一個不確定的初始存入值 它可能會導致 網絡的損失行動 在訓練的過程中 陷入到一個局部最小值 或者說一個安點 那還記得什麼叫做局部最小值 什麼叫做安點嗎 局部最小值就是它的斜率為0 並且它是一個minimum 它是一個局部幾小值點 但是它卻不是一個全局的最小值 安點呢 就是它的斜率為0 但是它還是一個真函 但是它的二階倒數 它的左右兩下的二階倒數 卻都是重泡的 那陷入到局部最小值 安點就會導致 因為T度下降管是將一個 最導致它訓練速度減慢 為什麼呢 因為局部最小值和安點 它的斜率都是0 當前點的斜率都是0 或者很明明 而我們的Depth publication P度下降管 它是把一個斜率 把斜率或者說 把它的那個調整的東西 叫做P度 乘以一個小的因子 小的Nin rate 再加到原來的全度上 那這會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呢 你如果網路程度越深 那麼在局部最小值在安點的時候呢 每次發Publication的時候 全度改變量也會越小 所以說 而如果模型的參數啊 它越多 那就意味著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模型就越複雜 回憶一下 你一個一階函數 你如果這個函數啊 只有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一條直線嘛 它是沒有一個多向式函數 如果只有一個參數的話 那它是沒有任何安點 或者說任何局部最小值的 如果它只有兩個參數 如果是個二次函數的話 那它有兩個局部最小值 那它只有一個局部最小值 那它只有一個局部最小值 那如果它這個三次函數的話呢 斜率為連 它最多只有一個安點 加一個局部最小值 那根據這個規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你如果智片量越多的話 智片量越多 智片量越多 參數越多的話呢 那這個函數它的註點 它的安點 它是尋最好吃的 所以說啊 如果消除這種 在環境網絡訓練中的不確定性呢 自我方想要訓練一個深度學習 深度網絡 必須必須的 所以說 那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第一個解決方法 是 對於深層神經網絡更難以訓練 我們解決方法是 我們會叫做momentum 動量的機制 那動量這個機制呢 它是思路 思想是從物理學中混混的 它這個動量 它是來自物理學的 視能與動能之間的 能量轉換原理所提出 而來的 一般來說 如果你這個 你一個物體 叫做視能越大 那麼 它能夠轉換為動能的 能量也越多 那仿製也是一樣的 如果一個物體的動能越大 那麼它能夠轉換我們的 轉換能的視 然後換人的視 就是人 也就是越大 所以說 那思路是類似的 在神經網絡的訓練過 我知道 不过来 今天出了一点点意外 不要在意研究系统我们继续 所以说当这个momentum动量越 神经网络的这个动量越大时候 它可以转化为视能量越大 就日有可能摆脱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个注点 摆脱局部奥运 摆脱这个安典的束缚 并且使得这个神经网络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个全局的继续 那举个例子 为了让人家实意更好理解这个公司 我们可以先来举个例子 那从今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中这个DeltaW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momentum 就是动量 它是什么获得的 每一次这个DeltaM首先在训任的开始的时候 它很厉害就会被更新为零的 它都是初始化为零的 而每一次进行DevProclamation 每一次进行T度下降的操作的时候呢 每一次进行T度下降的操作时候 它会把这个 它会给它这个我们本来T度下降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把斜率加载到全顿上面去的 而如果我们要使用momentum这个机制来进行T度 进行T度健康的计算的话呢 我们不直接把这个T度加到这个 不直接把T度加到全顿上面 而我们是把这个T度先加转到这个 累积的momentum的这个factor上面 而后呢我们在更新纯路的时候不再是减去T度了 而是我们把它减去这个factor 我们减去这个重量 而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在BevProclamation那个公式里面 它是减去Delta以Delta达折 而这边的话它是加上重量 那为什么这边是加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momentum里面 momentum的计算的时候 它是直接减 在那个时候减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在下面再减 如果两边都减的话 最后结果后一个的热门 我自己加 那这个momentum的计算巧妙在哪 它巧妙就是在于 每次更新T度的时候 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用当前计算的T度 替换掉旧的 替换掉旧的这个旧的T度 而是将旧的T度乘上一个factor 乘上一个momentum factor而后 之后呢再加上一个新的T度 这样子我们就会打到一个累积动量的效果 那为了大家能让大家可以更好理解这个工具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假设我们把T度正价法呢 想象成一个小球啊 一个小球从山坡到山谷的 从山坡到山谷的过程 那么前面的 那么我们之前的小球呢 我们普通的back propagation的小球是这样运动的 从上面 从个点开始 假如说比方说A点 从A点开始 计算当前A点的波度 然后呢 沿着波度最大的方向 走一段路 再停下来到B点 那到B点呢 我们再看一下周围波度大的地方 再沿着这个波度方向 走一段路 再停下来 修计再讲 这个其实这种下降方法 它不像个球啊 更像是一个在山上的蛮人 他每久 走一步 停下来 重新再看一遍 看一遍路 再走一遍停下来 这把波度吃到火度上去 这就所有 这就是一个比较低效的做法啊 而如果在现实上 你真的那个小球 它就这样 真的小球 它就有度量 有出量的 它从A点 满到B点的时候 它带有一个出速度 而这个出速度 当你已经到了B点 它出速度不会减少 会减少加速度 所以说 这个小球 它带着出速度 它会在当年的出速度上面 继续加速下降 小球它会越满越快 直到满到谷底为止 而我们的种重量 就是模拟这一个过程 将之前的运作 给累加起来 使它不会那么快的减少 通过这一种过程 来加速神经网络的优化 所以说 那这个公司它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它通过 通过计算 每个 它通过计算 每次梯度更新的那些 更新的梯度量 使得那些当次更新值很大 但是梯度方向 就是来回振荡 相互抵消梯度 使得那些梯度 在哪家的过程中 它可以相互抵消掉 而每次当次更新的量可能比较小 当次移动的方向 每次移动的距离可能比较小 但是移动方向就是指向 全是最小值的方向的梯度了 这个 momentum 机制通过每次 将它们相加起来 将它们累积起来 可以使得这些本来很小的梯度量 被累积 被放大 放大这个 那这个 1除以1-a 其中a是这个momentum factor的这个倍数啊 那这样一步一步的累积下去啊 这个带着momentum速度度的角球 它就可以更快的分向谷底 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可以更快的到达全球阶级解决 那这个momentum它这个梯度factor 这个if啊 它在选的过程中 它也是有些技巧的 那指定是什么技巧呢 这个技巧就是啊 啊 技巧就是你的momentum factorf 如果它太大的话 有可能它会到了全力最小时 还冲过头啊 冲过头 就冲着过全力最小时 然后又冲到这个局部最小时啊 所以这个momentum factorf 它不能选太大 也不能选太小啊 这个就是超出了这门课的范围 但是事实上这门课 今年已经刷了很多这个 很多东西啊 比如说本来这一季 也本来这一季还会多交 这叫做那个 你叫做那个叫做减少 nending rate的一个训练方法 它是不是来准复这种情况呢 但今年好像因为商学薪水说 客战量变少了 就是把这些移除掉了 然后它既然它移除掉了 那我就不讲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下一个问题啊 那更多参数它很显然不会只带来这个momentum最小的这个问题对吧 对就是你说这个什么nending rate decay啊 想了解的话建议你去摆住一下 这法则大使经典不一交 经典没交到就无所谓了 反正不会考完那就无所谓了 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更多参数 我再来第二个坏处啊 第二个坏处啊就是叫做过拟 这个叫做过拟合的问题啊 那什么叫过拟合呢 我们知道啊 刚刚我们讲到参数越多这个模型的表单能力是你的倔强 但随之而来也会再来一个问题啊 这个函数距离于出入出于一个具体细节 比方说照顾却忽略了随体函数的一般性 那具体来说的话 用一个直观想法也是 一个多线式函数 它的多线式的线越多 函数就越复杂 那函数既然越复杂的话呢 那这个函数图像也就越复杂 那这个其实这个对于神经网络也是一样的 因为神经函数本数上也是差不多 跟这个图像是好 就不想差不多 也都是线性空间吧 那我们现在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理解这个过拟合的现象 我们打一个形象比方 比方说我们那一堆 我们给一个一群天鹅的图片 我们希望这个神经网络可以学习这个天鹅的特色 那众所周知这个天鹅它是有黑天鹅有白天鹅啊 那假如我们给的这个 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 我们把这个一堆天鹅图片来训练 那经过训练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天鹅它是有翅膀的 天鹅的嘴巴是长弯的 天鹅脖子也是有点虚度的 天鹅的长弯有点像一个鸭子 所以也比鸭子稍微大一点 那现在 你这个模型它就可以区分天鹅跟别的动物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这个给的顺面图片 它给的顺面图片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给的都是白天鹅图片 你让GT 你让你的这个程序再经过学习之后 它可能会触悟觉得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 那所以说那之后 如果看到这个鸭毛是黑的天鹅 就会觉得 在提起 根本原因还是诈语 选择输入这个training data set 它这个是可以选的 没有问题 那这不是这个都是 这个可以不交 那没关系 总之我们来分析的这个上面这个例子 我们所学习的规律都是对的 但是它可能学习到一些属于样本特征 我们它学习到一些天鹅 它的那个形态上的这些特征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学习到一个天鹅里面都是白的 这个特征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特征它不是天鹅的特征 它只是我们给的样本的特征 那谁说GT在学习权利用特征的同时 它不仅会学习权利特征 它会学习一个局部特征 这是会导致你这个模型它的放化能力不行 它没法区分黑天鹅 这个OS ROBERT 然后.. 但是我们给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景象就是 就是 visits to the kepreneur 美国军方他们想训练的可以学习 可以想训练一个生母学习的网友 希望它其他可以分辨出哪些坦克是有关的坦克 哪些坦克是敌方的坦克 这样就可以直接一开一炮把这个坦克给干掉了 但是在他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训练过程很完美 这个网络也该收敛都收敛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他会发现 这个东西在实战中怎么好像把队友跟 他好像完全没法区分友军跟敌军啊 这就是不容易造出人民的一个大问题的 这个他妈的我操里面平手 这是我早不是队友对吧 这会到时候在实战中应用这个网络抽象的很严峻的问题 他们当然军官的科学下也是百次不得体解 在想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个网络训练都没问题 到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实战中应用 他们在排场做各种原因问题之后 最终发现训练机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给了有军坦克的图片 基本都是在这个亨和日币的情况下拍摄的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那个沙尘暴暴之类这些干扰的因素 而他们训练集中那些敌方党的图片 往往都是在沙暴中在战场中所拍摄的 所以说他训练这个神经网络啊 他其实没有去学习 我方党跟敌方网络的特征 他实际上学习的是天际的特征 有没有沙尘暴的特征 所以说这神经网络当他变得更复杂之后 他那一个简直的坏事就是这个网络 他过礼盒 他就学习那些无关紧张特征 所以说对于机器的学习 除非过礼盒啊 就是把这个学习机里面看特底了 把样本数据的所有特征啊 几乎都学习到了 以至乎说机器它学习到了过多的局势特征 过多的由于噪音阻在来的假特征 照着模型的这个放化性和识别的正确率都变低了 所以说你在识别西洛亚本 在实力生产过程中 应用这个机器决定的模型 它根本就没怎么识别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过礼盒的方法 它基本原理就是 我们要限制这个行数和参数的数量 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有点两难 那是你这是要取得平衡的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那里 我的模型啊 取活随时到更多特色 那我们就要增加参数数量 让网络结果变得更不责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减少过礼盒的片线的话 那我们就要减少减少数数量 那这个减少的模型变得更简单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过礼盒 就是我们把这个学习进行的探设底 把这个样板数据的所有特征 几乎都积极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在想要防守过礼盒 我们首先我们要从训练的数据做文章 一定要保证训练的数据 一定可能覆盖更多的评划 不然的话神经网络就会学习一些比较极端的课程 因为毕竟神经网络它是比较难的 它只是希望把神经网络会去考虑一些别的更多的级别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礼盒线量的办法 第一种办法叫做Vit Declare 全程衰减 第二种解决办法叫做Zep Out 那我们先来看Vit Declare Vit Declare的作用是限制神经网络的权重 它又被称为L2字符则化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避免某种的过礼盒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它主要做的事情是在原本的选择行数意义上面 它加了一下 加了一下什么项 加了一下所有权重的平光盒 所以我们对这个新的 加以Vit Declare之后的选择行数 我们对时光明显就是 它有的使得这个模型的权重 从总体上变小的绝对是变小的一个效果 那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个总体的权重值变小呢 因为啊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让这个 那为什么我们让它变小 变小就可以防止过礼盒了 我们可以从两多个角度来解释啊 第一个角度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模型的复杂度上来解释 权重的权重值当时也越小 当时爱越小 从当时质越小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表现的就是网络复杂定度更低 网络复杂性更低 那它就意味着对数据的 拟合度也不更好 这个法则被称为欧卡普序章 当然应该因为 或者没有想 或者跟基础一顿那种 我无所谓 而在实际应用中 也是有 把特点也是在实际应应用功能中找到应用功能 经过这个微几个类L2性能化之后呢 整理网络的训练效果 往往是好于未知正在化效果 当然这也会导致一个麻烦 就是你加了一个微几个类像之后 整理网络剧练数据这边更慢 当然这些都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很兴趣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解释 我们从数学函数的角度来解释 当过理合的时候 从赞当图可以看到 这个函数过理合这个红字函数 它的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个函数的技术 往往都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理合的时候 理合的如果他所需要顾及到 每一个点的信息 而回应一下 这个意味着 这个函数在某个小区间之间 导数的绝类值 它就会变得越大更大 因为导数它决定了一个函数 它的变化 在单铁路里点的变化的比例 在剧烈的程度 那 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削减 这个变化大小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我们上次我学到这个感知系的位置 感知系的质变量 它是可以转变的 所以说 由于支变量的值 它可大可小 所以说 我们不能通过超纵支变量的值 来让这个导数的变化区域变小数了 那我们可以超纵的只有这个导数的存数 就是导数的细数 所以说 细数如果是它大 那么导数的值 导数的值它就大 而正值的话 VTLA L2正值的话 到底做过这个比较 它就是通过约数这个参数 约数这个纯数 W它的值 它的函数值 就约数它的值 使得最终的函数图像 它的斜率 它的击度 不会变得太大 所以说 这可能在一通权数上 给它少过约数 所以说 记录这个公式 这个一来二分之一 选择好 就加上 路除以二 加上这个权数的值 当然 前面的系组 去到约数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路 这个指令来调整 它的这个 它的占的比较 当然 一般来说 这个路 它缺率是很小的 一般来说 0.00001 这样的大小 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 巨节其实还要根据 你这个网络的深度 也还要存储 它能够复材的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办法 维持这个全力效果 那第二种办法是什么 第二种办法 这个Ground Out 它是通过 在深度学学的训练过程中 对于一个神秘网罗单元 它根据一定的概率 将你暂时在训练的过程中 暂时将它从某个东西丢进 也就是说 你最起的做法 就是在训练过程中的每个dash 我们所谓机选的部分 神秘能不低伏 或是 函数学习数目数据的一个特点 主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Drop Out 它其实并没有在数据上的一个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 比如一样的直观的解释 由于每次我们在用输入训练 样本性全日更新之后 每一个Node 每一个神秘网的承训练 Potectra都是有一定机率可以属于UG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保证 每两个银行之间都能在每次都出现 所以说全中的更新 它现在在加了一个Drop Out之后呢 不再依赖于有固定光线的铁 缓解点的供应会有 也就是说它这个Drop Outlayer可以阻止某种特征 仅仅在其他特征上才有效果 也就是说阻止了过拟合的现象 那好 说完这个BP上法的那细织变形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这个卷积神秘网络CLN 那这个在我们卷积神秘网络出现之前呢 图像识别对于人工人工人而言 一直是一个难题 但它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这个数据图像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它太大了 因为一张图像 或不是720P、180P 它都有非常大的维度 每个下注点都是一个维度 毕竟每个项目还有通道 每个通道又是三个维度 我们因为一张图片 它的避免的信息量就非常大的 图像它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太大 那也就导致神经网络 它数据很慢 效率很低 第一个问题呢 是图像它除了这个 哪个下注点时间特征 还有空间中的特征 就是我们在把图像 限量化、数据化的过程中 没有保留原有的空间特征 这就导致图像处理 它们准数据很低 而卷积神经网络呢 它说什么 它是通过类似于视觉的方式 它成功的保留在图像特征情况下 它成功的在保留图像特征情况下 把大量 把本来会出现大量参数 降为成少量的参数 并且 那这并且 降为成少量参数 它不仅仅训练 不仅减少了训练的难度 同时还使得它能够 更为精确地找出这个图像 背后出印象的那些特征 最终解决了我们上述 所需要面对的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先在一个高的较高的角度 看一下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它到底是个什么结构啊 卷积神经网络 它主要有 它 它的层数是很多 但我们周围主要看这三个层 第一个叫做卷积层 convolutional level 卷积层它所做的 作为我呢 就是提取图像中的局部特征 它把特征给提取出来 它的输出就是叫做那个feature map 特征图 当然这天课就不会讲 跟这个东西有的 feature map 根本不会提到 它半个字的feature map 但是这feature 知道这个名词 对于未来你读到我 很有关键 第二个关键在于 这个磁化成 pull in never 我们接下来 我们可以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 这个卷积层啊 它已经可以提到 起到一个把这个 原本的输入图像 变小的一个作用 但是还不够啊 还不够 我们还希望 可以进一步的 把图像变小 然后近代的研究中 它们发现一个问题 它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全粘基层 它要不要都没都没用 它全粘基层其实屁用都没有啊 你全粘基层 直接用一个一成一的卷积层来代替 啊 这里面没想到吧 这没想到吧 就是说 其实全粘基层 就是这本课 叫做这个全粘基层 还是一个比较落后 有失败的东西的啊 当然我们 看到我们现在结果 由于时间的有限 我们主要还是讲这个卷积层 跟磁化层的东西啊 好 那么先来从高层市 高角度来看看这个卷积是怎么工作的啊 假设在一个卷积层是柔粗 这个图它是大致描述的这个卷积是有什么操作啊 而它的这个卷积的数学表达就不要 我就不讲 在这边就不讲了 讲这个东西就是一整文课的 讲这个东西都要涉及到一种 多少机包到比如复利液变化 什么多少机包到的东西 就是这边 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要讲 讲的也白搭 我们来主要就讲这个卷积层 来一个作用啊 这卷积层呢 它是构念卷积层成绩网络的一个合金层 它产生的网络中大部分的计算量 而注意这个说的是计算量 而不是参数量啊 这个成绩 这种卷积层的网络 它主要的参数量还是在最后的几个卷积层啊 那卷积层它主要其中 其中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说卷积的作用 毕竟它叫卷积层 卷积层它的很多参数 是有一个可以学习的滤波器所构成的 那每一个滤波器在空间上都 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比较小 但它的深度啊 以及它的那个通道的数量 是一个速度数字一致的 什么是通道 嗯 嗯 一张图片都是由三原色 从红绿的 那如果李王Forsham就知道 它这个就在距离表达中 它都是有那个 除了图层还有一个通道的东西 一个每个通道是表示 它在这个降组点上 它红色占多少比重 它绿色占多少比重 蓝色占多少比重 红黄色占多少比重 红黄色占多少比重 每一个通道都是你操作的 而每一个滤波器呢 也就是它每一个职合 在空间上都比较小 但深 那直观上这样的话呢 网络会让滤波器学习到 它看到某种类型的 某种类型的视觉 的时候要击火 什么要击火 击火就是它返回的值比较大 那当然不击火 就是它返回的值比较小 但它具体的视觉测诊 它可能是某些方位 或者说某一层上 某种类型的斑田 甚至可以是网络更高 成为它的一个结构和图案 那绝对层起到 第一个作用 就是它可以看作是 一个单个神经元 它产生单个神经元 的一个输出 而每一个神经元 它只观察 一个输出数据 中的一个局域的特征 并且它在空间上 和左路两个输出神经元 它的共产比较重要 那第三点 就是它对绝对层起到 最不适光注入功能的功能 就是它降低的参数数量 这是由于选击很排阅的 叫做选击的功能 所以它就达到 降低参数数量的效果 有到降低参数数量的效果 同时它也防止 由于参数过多 造成脱离合的增加 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记一下这个录像脑的功识 因为功识的考试时候是会考的 当然我们可以用比较方便的计划 这个K是什么 K我们把我们可以把K当作是这张比较 K这个代表是卷积核 而V代表输入图像 那个右上角角标意味的是那个 这个L V右上角角标L代表它的通道 代表当前是机体的通道 Z代表输出的位置 M和N代表当前机体的P一样 而K中K6上角那个小叉数I 代表是当前是第一个卷积核 因为每一个卷积核 都不是单个卷积核 因为单个卷积核只能获得单个合成 多个卷积核才能观察到多个合成 而卷积的操作所做的这些原因 就是把它们 点沉在一起之后就把它们加在一起 就输出到它最后的featureNAP 那经过这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就可以 经过这个很简单的离像据迷操作 我们最终就可以获得它这个输出 获得输出的这个featureNAP 好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那个概念之后 可能大家还会对我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 来看看据迷是怎么工作 假设卷积核是如同属式的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你们可以放在看下 可以看到它除了中间这个 中间那一个部分也都是30以外 其他另外都是5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这个它如果我们把这个卷积核 像上一张PET所做的那样子 也乘以一个图像的某个区域的时候 如果这个图片它当前的区域的情况 和卷积核的情况是类似的 那么卷积核它的输出就会比较大 就意味着它在这个图像当前去检测到这个特质 那反正也是一样 如果它没有找到的话 那就说明它没有找到 就检测到这个图像 那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我们输出图像上面 我们这个卷积超度的输入 是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卷积核的 那个小图像的话 那我们来看上面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乘起来 并且我们把这个图片 当前乘以卷积核之后 会发现我们得到的值是比较大的 这就说明 我们在这个区域找到了这个卷积核 所代表的这个特征 这就是意味着 这就是一个卷积核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它怎么起到对模型 怎么起到卷积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把移动卷积核 我们把这个卷积核 从老鼠的屁股 移动到老鼠的额部 老鼠的额头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老鼠的额头 它这个数据的额部 对如像老鼠屁股那样 是一个运动型的 它是一个奇怪的风格 那我会发现就是 你用这个卷积核之后 它在其他的区域 这个值是小了很多的 这是意味着 这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图站这个位置 它跟这个曲 它跟我们这个卷积核 它检测这个曲线 并不存在 所以说 在这个卷积的例子里面 它这个 在下面这个例子之后 它这个卷积的输出 是会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 表示它没有找到 这个区域 然后它这个 它那个曲线特征是比较小的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 像这个曲线的区域 那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移动对卷积核的过程中 我们是用的是同一个卷积核 并没有使用新的卷积核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 我们使用的卷积核的权重是一样的 那既然权重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减少 我们所需要计算参数的数量 就是说 我们back propagation的过 在back propagation的过程中 我们所需要计算 使用的参数 只要计算的参数 都会变小 那这就体现了卷积的第二个 最重要的数量 它降低参数的数量的作用 当然卷积它最后输出的是当个加起来值 那这就体现了一个当个卷积核 你可以试住 使神经网络中的一个当个神经网络 那经过我上次我讲解 大家应该对卷积层 有一个基本的工作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 卷积神经网络中 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统统 叫做这个实话者 Next Tool 那这个PPD 他自己已经把这个磁化尔尘 学贸身 他做了什么给讲的很清楚 我们 之前面嘴变得出特征的特征头像 磁化尔尘所做的 就是把它分成多个小区域 绩胶化最大区 以便缩小松青到afrique nag 大小减少运动量 ason Sonob 这边我们还 除了nac身上讲到内容 我们还需要提鍵 磁化尘 除了max krutlerge 还有别的选择,比方说平均指挂,Average point和L2正则指挂,L2 Normal point,那这一层背后直观推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原始输出的一个特定特征,那它跟其他特征的相对位置呢,就不一体,绝对位置更为重要。 那既然绝对位置更为重要的话呢,那可想而知啊,那这一层它所做的就是大幅度减少了输入的转移层,输入了Facial Map的空间纹度,因为它改变了它的长度和宽度,但是没有改变它输出了Facial Map的数量,就是这个Facial Map的深度,但是它并没有破坏这个输出的转移层的空间的一带关系。 那它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你看这个2乘2的减减层,它把它的输出的Map,缩小了原来的Map的大小的四分之一,那这意味什么,意味着后续的参数它的数量也被缩小到四分之一,那这对这个整个函数的计算成本的所,计算开销所带来的减少可是很巨大的减少啊,那第二点它就可以控制过离合而已,over bidding,为什么会不会over离合,之前讲过,就是参数太多了嘛,那减少了, 参数,那当然过离合也会减少。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做法可以使得卷移层有的更好的卷移层。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卷移层的一些优点。问题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卷移层还有一些缺点。什么缺点呢?比方说,我们卷移层的计算,我们刚刚是什么算的? 我们是用这个图像零,从零的位置开始计算的。这一位什么,这一位的卷移层出出的这个feature map,它的大小本来就会变得越变越小。那这会导致这个问题啊,你的图像越来越小的话。 那如果你这样卷移层很多的话,那最后都没特征那种吧?我们只要缺少这个,欧国飞移层,你只要超速计算也不是这么简的,对吧?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图片边缘,我们很想是卷移的过程啊。卷移是,在当点位置上计算完卷移的值,然后输出之后,再把卷移的这个方向往右移一格,再计算,再移,再计算。所以说你不,所以说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这会导致图像的边缘啊,边缘的一圈啊,它只记忆过一次卷移操作。所以说这些信息差不多在一次卷移过。 为什么会被丢失?所以为了解决,为了减少这种,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操作就是,我们在卷移之前呢,田中这幅图像,比方说我们沿着图片飞移的田中这一村相片,给这个图像增加条边,这个叫做Pedic。那当然,我们在引入Pedic以后呢, 那可以看到图像大小,它最好还是变小,它又变大了。那图像变小,大小,它就不会变小,所以它还是会挺大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一些别的机制。 来让这个图像,它变成大小,比较下降,变成一个下降模样。那怎么不呢?我们第二组,我们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我们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那个,这个Poeling Level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做法,叫做Slide。 也就是给这个卷移增加一个部长。那增加一个部长,我们就可以使输出的飞移漫量变小,所以也还不会很减少,不会大部分减少,这个增出的这个进行量。 第二个,它就表示,你的卷移核,在每一次卷移的计算过程中,在原始界中,水平移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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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 如果Strite是2,就说明每次卷移核的移动的距离为2 每次在高度和宽度的距离都是2 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Strite对这个卷移的影响 不撒小,我们提取的特征是越全面 我们就不会移入移到同向中的比较多的信心 但是有可能会造成计算量增加的附属为我们甚至过离开 而如果布长大的话,计算量会下降 但有可能我们会丢失侧帧 所以说布长的计算量到底选多少,它是没有一套明确标准的 我们还是要看输入和输出,我们现在带了准移核的大标 主模也认为,在计算计算够用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那里的卷移核,是不是太多可能了?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卷移核最重要的一个总结的公式 对于每个卷移核而言,假设它原图的宽度是z,原图的高度是k,卷移核的宽度是m 它的部长thread是s,周围的配领是p 那么输出的feature miles的大长是多少呢? 它的宽度是e加上2b-m除以s,高度是e加上f-m,再加上2b-n成员 这个公式的考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大家一定要怎么背起来的? 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可以关闭直播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有问题群里问 好,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